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哥哥是什么情况? 我哥哥从小眼睛不好,眼角默,不大好 从小就戴老花眼镜的 到五十多岁,他就慢慢退化了 就是他是天生落丝是吧? 对,那么医生说要transplant 有一只眼已经transplant了,两次都看不到 那么剩一只眼可以看 后来那只眼也是开始慢慢坏 那么他眼角默,有一天整个膨胀也没有水 那整个眼角默下垂,垂下来 眼睛盖不起来了,那个下垂的东西露出来了 这时候他一直流眼泪,后来赶快去当高生看 然后医生给他突破,突破水就流出来了 不过这时候也是已经忙了,看不到了 后来医生只给他抗生素,一直滴一直滴,也看不到 后来是用了一滴光,那时候是一瓶大概用一个星期就用完了 然后慢慢就看到了 你之前,before that,你是买那个一滴光的时候 是第一次你讲,你哥哥是看到对面的树 那时候眼角默还没有掉下来的 对对,那时候因为他懒惰地 一天还滴一次,两次 一次才滴一滴,可能很贵 不舍得地 过后他就突然间,那个眼睛就膨胀了 然后就严重化了,然后就掉下来 对,然后就去医生那边躲穿了 然后躲穿了过后,不是忙了,看不到了 然后医生还有做什么东西,帮他 医生也说没得救了,要等再transplant多一次 然后他就没有做这个 没有了,医生说等下个月再来安排transplant OK,再测试他的眼珠要再transplant 我们说尽量不要,因为那只眼transplant两次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尽量倒了那一只 尽量抢救了,后来真的用一滴光真的成功 就回来自己用一滴光,这样子拿来倒 对啦,可以说拿来倒了 那时候真的,说万一眼角膜掉下来肯定是没得救的嘛 对不对 肯定是,现在的情况呢?他看得到吗? 现在很好啊,可以去NPC走啦 可以看得到那只眼睛 另外一只眼睛有去滴他吗? 现在他要我滴了啦 他两只眼睛的神经线是通的 你另外一只也给他那个一滴光 对,刚刚滴了 让他慢慢捅掉他 对对,所以这一滴光真的很好 谢谢你的分享 好,希望可以碰到人 是咯是咯 这个东西真的要抢救了 要是真的慢一点,真的是完蛋了 对,要大量的 大量的,因为有些人不懂 他们就省省了 一滴一滴 因为一滴一滴是不够的 不够的 一次我的滴三滴的时候 我呢,想就是五六滴了 拼命滴了 是咯,我也是这样跟顾客讲 但是有时候他们就 要拖长时间 不可以 好,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